神兵案目前的最新進度 今天台北地檢署上午是有提訓兩名在押被告 一個就是台北市議員印小薇 另外一位則是印小薇的助理吳順明 我們透過稍早他們走下求車的畫面 可以看到其實印小薇相當的沒有精神 而這也是距離她上次9月底 已經事隔三週遭到第五度的提訓 而吳順明則是第二度來遭到提訓 今天提訓印小薇跟吳順明 檢方很有可能就是要針對他們兩個人 當初行收會的部分的手法 要來再度釐清相關的細節 根據今天的週刊報導 之前檢連查扣關鍵柯文哲的USB 裡面的小省1500疑似就是金額的部分 甚至裡面不只有1500還有500還有200 非常多的數字 而其實當初吳順明他只是記掛在印小薇的名下 他先前也是督發局的副總工程司 之後則到威京底下來任職 不過實際上他掛名在印小薇底下的助理 但是他大部分都是處理威京的事宜 也因此外界猜測很有可能就是 審慶金安排在印小薇身邊 要來處理金華城弊案的事情 所以今天再度傳說他們兩個人剛有提到 就是要針對他們當初行收會的手法 要來做釐清的現象 比對是不是很有可能有其他的對價關係 因為其實今天週刊也有爆出說 這個蔡壁爐的薪水 疑似是由審慶金來支付 那麼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有對價關係的部分呢 都是檢調檢離他們持續要來釐清做細節的部分 好今天其實印小薇跟吳順明 距離他們積壓期滿兩個月的時間 今天已經是10月15號了 在10月28號的時候他們就會積壓期滿 也就是說時間大概只剩下一週左右 他們可能就要來遭到起訴或是來延壓 也因此今天再提訓他們兩個人 很有可能就是希望檢方來勸說他們 是不是願意交代更多金華城案裡面的 細節還是說他們有願意坦承更多的部分 有犯案的細節呢 因為到目前為止 印小薇跟吳順明 據我們掌握的最新資訊 他們都還是沒有承認有收匯的部分 但是目前印小薇收匯這個4000多萬的金額 其實已經比較相當的明確了 只是到目前為止在壓被告裡面 只有朱雅虎是有部分來承認事實的 那其實這幾天 檢連都持續大動作的來約談相關的人士 包含了政商界的大咖 都有來遭到約談10多人 在昨天的時候也傳喚了 這個文華東方的董事長林命群 甚至還有跟柯文哲非常友好的范尤尾 其實這些人都是跟這個政治獻金有關係 也因此今天來再度傳喚 印小薇跟吳順明可能就是要針對細節再釐清 稍後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或是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我們都會持續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主播